上班没多久,一些奇怪的病症接踵而至 身处耸入云霄的大厦,面对全封闭的中央空调,你的身体还好吗?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隐形杀手 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很多经常在外面奔波的朋友特别羡慕那些在办公室上班的人 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面风吹不着,雨淋不到,日晒不到 所以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工作环境 最初湖北相反的刘颖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她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表面看来舒适的工作环境里 却有可能隐藏着致命的危险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导查 这位戴着口罩的妇女是湖北省乡凡市的刘颖 她是一名肾移植患者 为了防止病毒感染,她不得不每天戴着口罩 现在的刘颖可以说是弱不清风 四年前她却是另外的一番模样 这是当时的刘颖 健康,快乐,漂亮 如果我没有得这个病的话 我现在我想我应该还是会在20公司 想每天这样去工作 我也会去认真真真地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刘颖原来是做小生意的 孩子出生后 为了能够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2005年元月 她停掉了生意 在当地找了一份固定的工作 新的工作,新的环境 让刘颖感到兴奋 可是兴奋没多久 她的身体就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病症 经公司可能有个两个多月的时候 就出现了那种感冒 然后接着就发烧 然后咽后就肿大 然后就这样 就这种情况一直陆陆续续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出现一次 这样的症状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六月 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了 刘颖被确诊为慢性肾炎和慢性肾衰竭 并被告知 在一到五年内 她的双肾会出现功能性衰竭 而目前治疗肾衰竭的唯一手段 就是人工换身 这样的结果让刘颖痛苦不已 在痛苦之余 一个疑问在刘颖心中生起 当初她去这家单位时 曾经被要求体检 体检结果也是合格的 这是当时的体检合格症 怎么会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 身体就变得如此脆弱 并且要换肾呢 医生的一番话引起了她的注意 我当时就非常纳闷 我说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年轻就会得这个病 刘教授就说 他说现在啊 他说跟我们的这种生活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我马上就联想到 我上班的这个办公室 这间会议室曾经就是刘颖的办公室 只不过布局已经被改变了 我们找到了一段原来办公室的录像 这间挂着业务部的房间 就是刘颖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外面是一个办事大厅 刘颖的办公室就位于 办事大厅最里面的一个角落 没有窗户 没有一个窗户 那他通业循环 他通什么循环呢 就是像这种挂机这种空调 就是通过 被挂了 对 通一循环 他是通过空调的循环 对 就是通过这个 刘颖的这间办公室 面积并不大 大约只有几个平方米 从录像上可以看出 他的办公室里没有窗户 室内通风也只能靠空调来进行 不仅如此 他办公室所在的楼层 是单位的二层 整个二层办公区 几百平米的面积都没有窗户 全部是靠空调来流通 出 缺少自然通风 空调系统的流通又是有限的 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办公区 在刘颖入职前两个多月 刚刚进行过一次全面的大装修 刘颖说 2005年1月份 她刚上班时 办公室的装修还没有彻底完工 一直持续到了2005年2、3月份 装修后的那种刺鼻的气味 在办公室里存在了很长时间 眼睛啊 鼻子啊 然后咽喉啊 都有一种很重的刺激 包括夏天穿那种短袖 我就觉得这个身上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说不上是痒呢 还是 还是什么感觉 反正就是很不舒服 刘颖的这种感受 记者在她的一位同事那里 也得到了证实 就是那个刚装修的那个味道 就是会有些刺鼻的感觉 然后眼睛会冲眼睛 然后有时候喉咙还会不舒服 据刘颖和这位同事说 由于办公室里的气味实在是太难闻 他们曾经在单位的大会上向领导提出 要求在二楼办公区增开窗户 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给的答复就是为了防盗起见不开窗 刘颖当时的工作岗位是业务部经理助理 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 大部分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待了两个多月后 刘颖的身体出现了不适 刘颖怀疑是单位的装修部合格 空气中有大量污染的气体伤害了自己 为了证实这一点 2006年8月 她找到了当地环境检测部门 检测结果证实了她的怀疑 从环境部门的检测报告可以看出 刘颖办公室的甲泉浓度超标了两倍 而这次检测距离这家单位 2005年年初装修完工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那刚装修完工的时候 办公室的空气质量又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甲泉主要来源于各种装修用的人造板 它不仅会刺激人体的皮肤 还会导致人体免疫能力下降 有强烈的致癌作用 而这样的结论让刘颖不寒而栗 她认为有必要和单位去交涉一下 然后我就跟公司就讲 我说我认为我自己个人认为可能跟公司这个有关系 公司说那你去做一个职业病那个鉴定吧 让我做一个职业病鉴定 确实办公室的空气有问题 并不意味着就和刘颖的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 鉴定一下也是应该的 可是当刘颖找到了当地有关部门去做鉴定时 当地有关部门给出的答复却是无能为力 相反是有关部门的答复是 职业病鉴定只是针对从事某种职业危害工作的人群 而刘颖办公室的空气污染 并不是由于她的本职工作导致的 不在法定职业病鉴定的范围之内 没办法刘颖只得再回去找单位 单位让她等等 可是这一等就没了音信 公司说好吧那我们研究研究 然后一直研究了一年将近一年 没有给我任何的答复 然后到那个时候我就是已经发展能量的证 刘颖现在被检查出来患有肾衰竭 而当地的环境检测部门查出来 刘颖的办公环境甲权超标 但是单位提出来的这种说法 好像也能够站得住脚 他说怎么证明你刘颖的肾衰竭 就和工作环境的甲权超标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呢 双方为此僵持不下 现在我们请导播放来接通一下 中国政法大学王勇教授的电话 梅王老师在这种情况下 刘颖需要怎么证明他的肾衰竭和办公室的环境甲权超标有关系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 那么其中需要证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他的肾衰竭和这个办公室的污染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但是呢这样一个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并不在流用本身 而是在于这个污染源的责任人 在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问题上是采用的举证责任倒置 在7月1号即将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66条 这样一个原则又做了非常明确的重申 也就是原告提起诉讼 他只要初步的证明存在着污染 以及他本身具有损害 比如肾衰竭 那么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话 这个是由被告 也就是可能的污染源的责任人 来承担这样一种取身责任 好的 好 谢谢王勇老师跟我们电话连线 谢谢 再见 对于刘颖来说 现在他要面对着两个问题 一是他身体的病症 二是由此而带来的巨额的医药费用 那么接下来 刘颖要如何面对 来看记者的后续调查 病情恶化的速度出乎意料 2007年8月 刘颖就被确诊为肾功能衰竭 人工患肾迫在眉睫 人工患肾 一是面临着巨大的手术风险 二是高达数十万元的巨额费用 在单位迟迟没有说法的情况下 也就意味着刘颖和家人 要独自的来面对这一切 那刘颖的单位到底是怎样来看待此事的呢 为什么一直不给刘颖一个说法呢 记者来到了这家单位 他们没有接受采访 刘颖和丈夫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为了筹措医疗费 他们将自己的房子抵押了出去 现在和年迈的父母挤在一起住 而幸运的是 2008年年初 刘颖顺利的等到了配型成功的肾源 成功的实施了人工患肾的手术 手术成功 刘颖的生命得以延续 可患肾后的刘颖 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 并且要终生服用抗排疫的药物 而这将是一笔巨额的开销 无奈刘颖选择了诉讼 要求这家单位对自己的病负责 可是在法庭上 这家单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 并提出了两个反驳的理由 一 刘颖委托当地环境部门检测时 他们的办公室正好处于第二次装修期间 这份检测报告 甲权超标两倍的结论不客观 二 肾病从发病到病变 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刘颖2005年入职后不久就发病 应当是他自身的身体原因 和单位的办公环境没有关系 我是个员工 他在装修我不可能不知道 而且去做环境监测的时候 在装修环境监测站是不可能进行监测的 因为不符合监测条件 刘颖否认他委托环境检测部门检测时 这家单位在进行第二次装修 他认为这是单位的推托之词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当时去实地检测的 相反式的环境部门 当时我们进入现场的时候 是没有特别是牛鹰 二层路的办公室 是不存在装修的痕迹和迹象 所有的装修都已经完工 当地环境部门不仅同样否认了检测时 这家单位在进行第二次装修 并且还给记者提供了另外一个信息 就在刘颖委托他们检测后两个多月 这家单位也找到了他们 委托他们对包括刘颖办公室在内的 整个办公区进行检测 这次的检测结果同样是不合格 检测的结果呢 还是甲醛和病学均超标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家单位 委托当地环境部门的检测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 刘颖办公室不仅甲醛超标 甚至对人体内脏有着严重损害作用的甲本也超标 另外针对这家单位提出 刘颖的病是他自身身体的原因和单位环境无关的观点 在庭审期间 当地法院还委托了有关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 结论为虽然刘颖的肾病出发是否和室内的空气污染有关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医学证据 但是较长时间在甲醛超标的环境里工作生活 对肾病的发展起到了加恶的作用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前不久当地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宣判 法院认为给员工提供符合健康状况的工作环境是单位的义务 而这家单位的办公室空气严重污染 侵害了刘颖的身体健康 并且通过司法鉴定 这种污染和刘颖的患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无法排除 这家单位应当承担刘颖的各项经济损失 共计230余万元 刘颖的单位不服提起了上诉 我觉得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我就应该坚强的勇敢的活下去 虽然最终的结果还不得而知 可对刘颖来说健康已经永远的失去了 不过让她欣慰的是 由于她的这场诉讼 这家单位对原来二层的办公区进行了全面的整改 刘颖原来的同事也全都搬到了通风相应比较好的一楼办公 并且他们现在的办公室的空气质量经过检测全都达标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国家室内环境质检中心主任宋广生先生 宋老师 我们一般说到装修引发的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 首先想到的是家装 而这种办公室的装修引发出来的问题 在我的印象里 我们节目是第一次设计 我们国家对办公室装修有没有标准 实际从2001年开始 咱们国家就对室内环境的装修污染进行了一些控制 而且制定了相应的一些标准 你新装修的房子如果达不到标准 是不能交付使用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了 比如说我坐在办公室 我觉得有味儿 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 我去找什么检测部门去来检测 我一个普通员工找一个检测部门 拉来了 我还要不要这个工作了 首先新装修的办公室 新建的办公室 首先领导或者业主应该先请 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室内环境检测 看看环境当中的甲醛 本 会发现有机物 还有甚至放置新屋子冬 是不是超标 如果不合格 这个房屋实际员工就不能进去办公 但是如果单位没请人来检测 那么有没有哪个部门 它是应该对这种单位的装修进行监督验收的 有没有 这个应该是建筑部门 国家的建筑部门 包括地方的建设厅 建设局 建筑的自检站 可以做这种的工程验收 但是它这种验收是工程结束的时候一个验收 对 有没有事先的监督 事中的监督和事后监督 而不仅仅是验收 这个可能现在还是缺失的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没有标准 我们不是没有法规 而是我们缺乏让标准和法规落到实处 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通过法院的调解 小刘和单位已经达成了赔偿的和解 我们希望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事情 是一个教训 通过讨论 我们知道相关的标准已经有了 我们现在缺的是方法 我们需要让这些标准 能够成为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些物件 我们必须要找到实效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宋老山一强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今次说法 再见